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答案很显然 地球和木星的角色恐怕要互换一下了 我们先看一下木星代替月球后 从地球上看上去是什么景象 木星和月球的半径之比约为40比1 两者放在一起差异确实很大 人们熟悉的明月当空是这个样子 而变成木星当空则是这样 这么大个悬在头顶 就问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地球和月球的平均距离是38.4万公里 根据木星的半径计算 木星的洛西极限是17.4万公里 所以地球暂时不会被木星的引力解体 而是成为它的一颗卫星 在木星强大潮汐力的作用下 地球的大气层将被剥离 大规模的火山爆发也将司空见怪 受木星致命辐射的影响 地球的一切生命都将不复存在 不过这还不是最悲惨的结局 地球将在某一天坠向木星 重复苏梅克列为9号 彗星的悲惨命运 那么地球为何会坠向木星呢 月亮围绕地球旋转的速度是 1.02公里每秒 这也是地球和月亮的相对速度 如果木星取代了月亮 地球将以1.02公里每秒的速度 绕木星旋转 成为它的一颗卫星 这个速度够快吗 要知道距离木星最近的木卫1 围绕木星运行的速度是17公里每秒 它和木星的距离是42.2万千米 比地球和月亮的距离还要远 所以地球离木星这个庞然大物这么近 速度还很慢 就注定无法保持近似圆形的轨道 轨道的偏心率会相当高 通过计算我们可以知道 地球必须保证10公里每秒的速度 它的运行轨道 距离木星的最近点 才能刚好略过木星的表面 但地球的速度只有1.02公里每秒 所以如果有木星做伴侣的话 地球的悲惨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它将在一个公转周期内 就无可挽回地坠向木星 见出一朵美丽的浪花 欢迎小伙伴在视频下方评论 顺便点点关注 转发一下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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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